MUSHA 兩位主理人跟MUSHA 兩位主理人 設計師之間他們今年拋出了許多的問題要問大家 當你有了一件西裝外套之後你還需要襯衫嗎 比如說像今年的整個設計系列呢 他可能不需要擁有襯衫 但是呢你看到他就會有一個撞色的假領片在裡面 如果男生比較敢的話就可以直接裸露肌膚的感覺 然後去呈現整個系列這個線條 今年西裝的這個版型剪裁也會是做比較oversize 一樣 男生的西裝褲上面他是做比較收緊的這個剪裁 身形看起來就會是上半身呈現一種很隨性的感覺 但是下半身會呈現一種很幹練然後很有精神 看到這個oversize 你真的會覺得想要躺在裡面就是這一件 那這個設計師呢他同時也想問大家說 如果你家的棉被甚至是你家的枕頭 難道不能出現在街頭嗎 難道不能穿出去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整件的設計很可愛耶 是不是就是你家的被子裡面那個羽絨背裡面的那個內裡 你可以說他就是把被子穿在身上啦 剛剛這樣子是做一個很over的很大的一個剪裁 同一個系列他就會給你一個坐在腰部以上的這種短板的 或者是每一年呢冬天都會有的飛行外套 他也重新呢做了一個更寬一點更空氣感的一些表現 難道西裝外套不能塞進去嗎 現在這一套就是他可能原本呢是一件夾克或者是西裝 但是他把它呢塞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他整個人看起來 整個人的比例身形上面也會覺得特別的正式 然後特別的精神我覺得非常帥有沒有 這個肩線的部分 這個工裝系列呢他同時間也是在問大家說 難道穿工裝不能參加晚宴嗎 他其實他的這個概念是工作裝工作服 他把它做成這樣子用雞皮的這個材質也是呼應說 其實男生這樣子穿 然後搭個牛仔褲其實也非常的好看 今年的這個男裝他們的包包我覺得也很好看 他們的圖騰上面的三角形呢也呼應了品牌的這個精神 今年呢這個Prada男裝系列呢非常強調的就是金屬風 像他裡面呢還有這個保溫杯 那保溫杯他裡面呢會有一個配件 就是你可以把它用磁吸式的扣起來 他就是這樣子一套 除了在這個金屬風之外呢 設計師在面對男生的這個需求上面 功能性非常的充足 品牌其實已經越來越把性別的這件事情 這個界線呢越來越模糊了 所以剛剛呢萱萱推薦的一些單品呢 其實在女生身上來說呢 你也可以當作是今年的一個新選擇